第41章 熊孩子 光明者 普通人 夏 叶红瑜相信关主远胜书院 尤其是宁缺主持下的书院 他更坚信自己的判断没有任何问题 杀死自己和兄长 对现在的盗门没有任何好处 无论是现实的利益还是更深远的那些影响 所以他才有胆破选择退让 选择放弃很多 选择将自己置身危险之中 什么都不做 以求双方能够冷静看待彼此 然而牧师的谈话结束还不到一个时辰 夜空里的月灰正在耀眼 衙屏上他曾经以为出现过的那些沉默的同意 忽然间消失不见 掌交为了杀死他来到裁决神殿 紧接着赵南海到了 最后中年道人也到了 这三个人或许都不知道彼此会来到这里 却聚集于此地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杀他 夜红瑜促着眉 有些苍白的脸上多了两道有些清淡的笔触 疑惑无法解决 震惊无法逝去 但现在没有时间继续思考 看着裁决神殿里的三个人 他的眼睛变得越来越明亮 如果宁缺在场 自然能看懂 那是他遇见强敌时的反应 警惕缜密但不失信心 遇见真正的强者而兴奋 然后他会施展出最强硬的手段战胜对方 在过往的修行岁月里 他曾经数次流露过这样的眼神 比如遇见宁缺时 但他眼眸真正最明亮的那一瞬 出现在清霞前 当他面对军末的时候 今夜 他的眼神也异常明亮 甚至要比数年前在清霞更明亮 因为他此时面对的三名敌人都很强大 都能与君墨相提并论 西陵神殿长教 武镜之上的天启强者 熊出墨的前缀很简单 但这不意味着无趣单调 只意味着恐怖 遇过知名境巅峰的门槛 修行便进入另一个世界 截然不同的层次 夜宏语很清楚 自己没有办法正面胜过熊出墨 如果能 光明季后的这几年 不管关主如何 他只怕早就将其人杀了 赵南海 来自南海 六百年前分裂西陵神殿的那位光明大神官之后 神术造诣当时前三 与西陵神殿本宗同道而不合流 境界高深莫测 乃是真正的知命巅峰 就算单独与夜宏语作战 也必然不落下风 熊出墨和赵南海 毫无疑问是西陵神殿现在地位最高 境界最恐怖的大人物 与二人相比 此时站在裁决神殿门口的那位中年道人 则显得非常普通 然而 他才是真正让夜宏语感到警惕 甚至隐隐觉得 道星有些微寒的对手 中年道人站在殿门口 什么都没有做 却仿佛把裁决神殿内外隔绝开 在这段时间里 夜宏语用了数种手法 想要通知下属 都完全失效 这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道人 绝对不是一名真正普通的道人 关主当年被夫子逐至南海 那些年的知首官 便是由这名道人主持 在道门里的地位不跌不跺 他怎么可能普通 熊出墨 赵南海 中年道人 这样的三个人 世间哪里都可以去的 什么人都可以杀的 便是于连遇见了 或者也要化蝉顿入雪林深处 便是大仙生育着了 也要布袋轻飘 先行远离 便是九徒 徒夫 或蒋经手作 或者都可能被这三人杀上一杀 夜宏渝默然心想 自己如何能胜 才觉神殿里一片死寂 黑色的石壁上 夜明灯散发着极柔美的光线 没有人知道 是什么时候 那些明珠变得明亮起来 是受了什么击法 熊出墨 赵南海 中年道人 沉默而立 在远端 中路 近处 把神殿占据 气息布满天地之间 将这片数千丈的据点完全封死 空旷的神殿里 只有他一个人 他走下露台 来到墨浴神座之侧 轻轻抬起手臂 落在微凉的浴座上 沉默了很长时间 望着中年道人说了一句话 浩天会给信徒选择的机会 或者解释 中年道人没有说话 熊出墨有些枉然 他虽然贵为神殿长教 却完全不知道 为什么局势会发展成现在这样 他想激怒叶红渝 在趁机杀之 为什么灌主 却派了赵南海 和中年道人来帮助自己 他其实也很想知道解释 叶红渝看着他 无情绪说道 我始终想不明白 像他这等俗误 为何能够修至武镜之上 浩天难道瞎了眼见 中年道人神情肃然说道 长教强大 在于天真 叶红渝微挑眉 嘲弄说道 天真就是幼稚 中年道人笑了笑 没有解释什么 说道 道法万千 修至罪末 还是要求个天真烂漫 归于本心 或者幼稚 甚至残忍 并无关联 天真烂漫 叶红渝若有所思 看着雄触莫说道 从身到心 都烂成了腐泥 余丸不堪 信仰所信仰的 听从而不怀疑 这种天真 也会带来强大 都说陈皮皮 之所以是道门 不是出的天才 难道也是因为这个道脸 中年道人想了想 说道 皮皮乐天儿之命 想来不同 叶红渝看着他的眼睛 问道 我不管这些天真 或者愚蠢的人 如何致命 我只知道 冠主说 把他的命给我 现在却似乎将要反过来 中年道人脸色不变 平静说道 或者某年深秋 官主驻掌教大人 复归号天神国 将与神座 您在那处相遇 这也是相送 叶红渝说道 死后再送 那是祭 中年道人说道 祭也是送 叶红渝沉默不语 当像官主这样的人物 也开始向孩童般 挽起无赖的招数时 世间大概没有几个人 能够是他的对手 那么 请给我解释 他看着中年道人 非常认真地说道 请给我真正地解释 不知所以然而终 是他不能接受的事情 中年道人说道 抱歉 我不能说 叶红渝望向赵南海 从进入裁决神殿后 一直沉默的赵南海 终于开口说话 抱歉 我不懂 最后 他望向长教 那么 来吧 与西陵相隔千里 有无数肥沃的田野 或贫穷的村庄 也有城镇 还未入夜 长安城里的残雪 在天光的照耀下 就像是画卷上的留白 城墙上的残雪 要保存得更完整些 看上去就像是 尚未书写的白纸 在南面的城墙上 白纸上落着几个墨点 那是帐篷 和林石木屋 屋外有两个土造 灶坑里冒着热气 那些鼻血颜色深 很多的灰应该很烫 宁缺蹲在灶旁 盯着那些滚烫的灰 等待着烤地瓜 完全熟透的那一刻 却下意识里 想着城外的那两座孤坟 坟里的两只瓮 瓮里的那两捧灰 以前当年那个捧灰的人 于是莫名其妙地 觉得心酸起来 起身走到墙边 站在城墙后 他的身影有些孤单 他不喜欢这种感觉 也不喜欢点后方 那些军事这种感觉 所以他尽量望向远处 也不想去揉眼睛 城墙里的风景 是长安城里的大街小巷 以及街巷里的人们 他以为这种场景是热闹的 可以冲淡自己的情绪 然而 当他看到远处隐约可见的 燕鸣湖时 才知道 这种希望只是奢望 而老笔斋 隐藏在东城那些 乱七八糟的街巷里 根本看不到 这让他的情绪 变得越发低落 只能期望 能够尽快看到局面的变化 杀死了数千上万人 流的血足以染红似水 他才迎来了 与盗门谈判的机会 拖延时间的可能 才能把那两段话 送到陶山上 给关主一段话 给叶红玉一段话 这两段话看似简单 其实用尽了心思 用尽了他两世所学所立 书院 以及唐国朝廷 所有的情报信息 都只能够做这两段话的注脚 他对这两段话的效果 自然寄予极大希望 他在等着来自陶山的好消息 却永远也想不到 自己将会等到什么 毕竟他不是能算尽一切事的桑桑 他 只是个普通人 第四十二章 希望在人间 上 宁缺是普通人 那么他为何如此自信 相信自己说的那两段话 能够起到相应的作用 而不会随风而逝 因为那两段话 与心理战无关 和关主说的话 是他上一世的学识 和叶红玉说的话 是这一世的经历 他算来算去 算不出来漏洞 怎样看都是对的 怎么想都可能成功 更关键在于 他对冠主和叶红玉的认知 他认为像冠主这样的人 一定能被自己说服 他认为像叶红玉这样的人 一定能被自己说服 像这样的两个人 总会有一个被自己说服 如果能说服关主 人间便在掌握之中 自然最好 如果能说服叶红玉 分裂道门 书院必将最后获胜 也很好 至于叶苏 叶苏会死 叶红玉事后 大概会觉得自己很冷酷 很混蛋 还是说他 现在已经想到了这一点 但依然只有寄希望 在书院的身上 宁缺站在城墙边 看着远处的燕鸣湖 发现天边又有雪片落下 觉得扶着城头的手冷了两分 怀里的镇眼处 快要变成一块冰戈的 是的 自从桑桑乘着那艘大船 离开人间 回到神国 那天开始 他确认他再也不会回来 再也无法相见后 某些变化便开始发生 魏诚被图将军死 他也死了 他对这个人间 对于那个神国 对于整个世界 都在难保持足够的情感热度 思考做事 变得越来越冷漠现实 不是因为痛苦而麻木 也不是因为失望 而要刻意冷酷 只是曾经把他的心 暖过来的人已经不在 那么他在 渐渐变回当年的那个宁缺 那个柴房里拿着绣刀 对着少爷和管家 不肯去死的孩子 那个行走在死室 与食人者之间 不肯去死的孩子 那个游走在危险的野兽 以及更危险的猎人之间 不肯去死的少年 那个在疏壁湖畔 砍柴杀人 不肯去死的少年 那是当年的宁缺 真正的他 没有是非善恶 更不知道什么是道德 不会再依附如无辜者的死活 无论是谁都 只是他利用的工具 三师姐在离去前 告诉了他那段秘心 让他知晓了 叶红瑜那段 耻辱痛苦的往事 他同情对方 却毫不犹豫地 开始利用这件事情 当然 叶红瑜对于他来说 毕竟还是特殊的 所以他交代陈妻 不到最后时刻 不得揭破此事 即便揭破 他也很注意用词 不会让任何人 知晓那件往事 能够保住叶红瑜的名声 他便觉得问心无愧 至于耶稣 他不在乎 这位新教奠基者的生死 那是道门自己的事情 如果耶稣能活下来 帮助新教传播 书院已有预案 如果耶稣死去 那么必然成圣 对于新教的传播 对于书院的目的 会有更多的好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是夫子的门徒 学的是书院的本事 继承的是柯浩然的衣钵 然而本质上 他是连生的传人 君墨远在西荒 大师兄守着九徒 现如今真正负责书院事务 引领书院走向的人 是于连以及他 这两个早已入魔的人 不要忘记 于连在成为魔宗宗之前 便是连生的希望 如此看来 现在的书院 走的真的不是夫子的路子 而是连生的路子 连生如果死后有之 会不会觉得欣慰 甚至狂喜 但还是有些区别 最大的区别 在于宁却没有发疯 他在冷静地计算一切 冷酷地算计一切 比官主所以为的想得更深 他让这游贤和陈妻出使逃山 用这般激烈的手段 掀了餐桌 撕开窗户纸 就是要迫使道门 做出应对 他很清楚 只要官主没有发疯 耶稣便不会死 叶红瑜不会叛离道门 道门只能用不变 以因万变 正人间以静谋 这个结局 看似是对他谋算的无情嘲笑 然而却没有人知道 这本来就是书院的目的 因为他现在无比即可地需要时间 宁却扶着雪墙 望向灰暗的天穷 看着那轮暂时还没有出现的明月 心想 老师很难赢的这场战斗 但得替书院再多争取些时间啊 现在的人间 只有像官主九徒这样 拥有真正大神通的人 才能看清楚神国的细微变化 宁却离那种境界还远 但他有长安城这座大镇的帮助 所以他也看得很清楚 他知道 月亮正在缓慢地变暗 令人悲伤地变暗 夫子在与浩天的战争里 逐渐落于弱势 时间似乎在道门一边 对书院极为不利 但他的想法不一样 他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为了得到时间 只有拥有足够充裕的时间 他才能缓缓布局 解决向婉原之困 他才能等待西荒深处的好消息 才能等待着道门不可弥合的裂缝越阔越大 真正重要的是 随着时间缓慢流逝 信仰新教的人越来越多 浩天便会越来越弱 得夫子教会 得小师书一则 得连声点话 得齐山大师亲眼 在极乐世界里 修佛千万年 与桑桑合体奔波千万里 他修道 修佛 修魔 无一不可修 对于信仰这种事情 认识早已知底根本 浩天在他眼中不再高远 无数年前 道门替人类选择了浩天 当新教出现 道门见衰 浩天便会变弱 看似过于简单的推论 却是如此的正确 所以对于书院和唐过来说 新教很重要 耶稣很重要 新教必须有时间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争取到更多的信徒 耶稣必须获得开宗圣人的地位 无论活着还是死去 为此 宁缺不惜杀了数千人 替耶稣和新教背书 却有意无意间 对道门如何处置耶稣 不给予任何评说影响 他看着灰暗的天空 看着远处的落雪沉默了很长时间 他觉得自己能够把握关主的想法 因为毕竟月亮在变暗 道门和书院都认为 时间对自己有利 就看书院和新教在人间合力 先削弱浩天 还是他先战胜老师 他赌钱者 关主如果不同意他的劝说 那么便是再赌后者 宁缺对这场赌局有信心 因为无数年前 道门替人类选择了浩天 最终却把希望完全记在浩天身上 而他和书院不一样 把希望寄托在统一大陆的唐国 寄托在耶稣和新教的身上 都是寄希望于人间 希望在人间 希望 本来就应该在人间 他看着天上 如此想 林康城外有山 山上忽然出现了一座小楼 那是秋天的时候 入冬后 风雪渐至 人群也渐至 数百上千名前程的浩天信徒 跪在山坡下方 对着那座小楼不停叩手 自然没人敢越过神殿骑兵的防线 新帝死 剑阁崩 南静陈明在今年经历了太多事情 眼睁睁看着战争即将爆发 和北方那个强大的邻国 即将生死相见 民众的情绪 自然压抑紧张不安 于是 这座传说 住着活神仙的小楼 便成为了他们跪拜的对象 楼里的两个人不清楚这些事情 即便清楚 也不会在乎 以他们 在人间的超然地位 要说是神仙 其实也并不怎么夸张 九徒已来饮酒 篮上的雪被衣袖扫落 有的染在衣巾上 和这些天落在巾上的 残酒合在一起 浸出很奇异的寒醉味道 大师兄在楼外崖畔 看着东方沉默不语 前些天 唐国的暗侍卫 从那边传来消息 一些不好的消息 宋国 可能会发生些事情 道门 有些人已经到了那里 他想去那边看看 因为耶稣在那里 却无法离开 因为九徒在这里 九徒或者本来也应该在那里 现在却还留在小楼里独影 则是因为他 不能独行 这是大师兄和九徒之间 也是书院和道门之间 最重要的约定 最大的道理 谁都不能违反 否则便是战争 他和九徒若能不回人间 或者 人间还有希望 第43章 希望在人间 吓都不动 这就是现在书院和道门之间 最大的道理 九徒在小楼里饮酒 目光却落在东方 大师兄更是站在牙畔 一直看着东方 二人都清楚彼此的想法 都想去宋国 却都不能成行 因为谁去都会是问题 不能离开小楼 便只能饮酒或远跳 未免有些无趣 时日久了 总要说些闲话 来打发这无趣的时间 杀死几千人 宁缺是个很会聊天的人 所以他才能得到 与道门对话的资格 让陶山上那些人 必须耐心听着 但这里面有个问题 九徒台币 用清秀擦拭掉唇盼的酒水 说道 我能把你留在此处 逼得唐国不敢轻举妄动 那是因为 我见过太多生死 对人间无任何爱憎 宁缺不是我和屠夫 没有经历过漫长的时光 和无数的生死 他怎么可能对人间 无所爱憎 如果他不能让人们相信这一点 如何能够威胁到冠主 大师兄沉默不语 想起很多年前 在书院后山 他站在老师的身后 看着长安城里 那个生而知之的男童 想起老师的叛词 小师弟是客人 一厢未客树实载 或者会生出些情义 但若一厢对他并无善意 那么这些情义 也会很容易被撕碎 他说道 旁人或者不清楚 关主必然是清楚这一点的 浩天离开人间 小师弟对这个人间 自然再无爱憎 关主如何不惧 九徒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说道 即便如此 即便他能让盗门听他说话 他又能如何 最好的结局 不过是争取拖些时间 大师兄说道 能够多争取些时间 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九徒将酒壶寄回腰间 神情默然说道 争取些时间 并不能改变大局 人间的大局已定 你应该清楚 月亮正在变暗 时间对你们书院是不利的 盗门可以等 你们如何能等 还是说那些时间 只是用来寻找杀死我和屠夫的方法 大师兄转身 看着他平坚诚挚说道 如何杀死您和屠夫两位前辈 书院已有定案 小师弟争取的时间 自然要用在别处 九徒神秦威宁忽然眉梢微条 若有所明 说道 原来是耶稣 时间 是最珍贵的事物 只能用在最紧要的事情上 九徒自认 在当前局势里 只有自己和屠夫的性命最为紧要 既然书院没有把时间放在自己二人身上 那么必然要放在足以改变人间局势的人或事上 以他的智慧 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便能判断出 那只能是新教以及耶稣 如果现在的人间是一盘难解的棋 那个决定死活的棋眼就在宋国 就是耶稣 宁缺是个很冷酷的人 如果他确认自己解不开这局棋 就不活耶稣这个棋眼 那么他必然会毫不犹豫地把耶稣抛弃 然后试图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九徒沉默思考 心想 如果自己处于宁缺的位置 大概也会如此选择 局势很复杂 宋国那出的局势却很简单 道门和书院的强者数量 哪怕是小孩子扳手指都能算清楚 如果道门真的不惜一切代价 要杀死耶稣 书院怎么都没有办法阻止 因为耶稣开始 就没有选择前往长安 接受书院的庇护 小师弟和官主对话 就是要耶稣活着 大师兄看着九徒说道 他相信自己能够说服冠主 九徒问道 那好天 大师兄静静地看着他 缓慢坚定说道 好天可以没有 九徒看着他的目光 沉默了很长时间 说道 我不能接受 对书院而言 好天自然可以没有 即便对道门 官主来说 好天也可以没有 但是对九徒和屠夫来说 好天不能没有 宁缺说服官主 人间回复平静 心教传播 好天变弱 神国终有一天会覆灭 会被人间所代替 那么他和屠夫到哪里去永恒 数年前 桑桑来到小镇 在肉铺里 与他和屠夫说了一番话 做了承诺 如果他都死了 那些承诺 又还有什么意义 前辈不需要接受 大师兄说道 小师弟说过 您和屠夫前辈必须接受 如果他能说服官主 那么接下来 人间首先要做的事情 便是杀死你们 九徒觉得 今日的酒有些烈 不然为何会觉得 有些熏熏燃 他微讽而笑 说道 要杀死我们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面对整个人间 即便是二位前辈 也必须退让 大师兄看着他 平静说道 因为你们不是老师 他就是人间 你们也不是小师叔 虽千万人亦要独往 你们会让开那条道路 你们会藏身在道术的后方 看看人间究竟会如何选择 这 其实就是接受 这是直指本心的判定 出自从不撒谎的大师兄之口 更显得极有力量 就像是一把很粗的刀 很粗野地砍到九徒的头上 九徒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痛 只知道自己竟然无言以对 所以 现在人间是在看官主的选择 大师兄最后说道 林康城的东方天空上 附着层暗云 便在小楼里画阴芳落实 便有雪花 从那层云里挤落下来 灰灰洒洒 瞬间变得极大 越过飞舞的雪花 九徒的目光落在遥远的桃山处 沉默了很长时间 说道 或者 您却真的成功了 大师兄望向南方 微笑陷于脸上 酒香随雪风而淡 转瞬即逝 九徒从小楼里消失 再也寻找不到踪影 下一刻 他回到了小镇 他没有去查装 与那位多年来含有的友人相聚 而是直接去了肉铺 找到相识万年的那位友人 沉默坐下 久未言语 徒夫见他神情疲惫 眉眼间有尘埃 握着油刀的手 不经意紧 出了何事 九徒印道 不知将会发生何事 所以不安 人间不知道将会发生何事 没有人知道 宁缺说了些什么话 没有人知道 灌主会怎么选择 从荒寒的北方 到温热的南海 所有人都在沉默 而紧张地等待 未知 终究还是有希望的 一切落到实处 希望 或者也就会变成绝望 第44章 那年冬天 很多年后 宁缺走过那条漏巷 听到相声处传来的朗朗书声 听着那个熟悉的声音 给孩童们讲解历史 很是感慨 因为当时正好说到 某年冬天发生的那些事情 还有很多人和他的感受相同 每每回忆起那年冬天 都会觉得有些不甘 有些伤感 却也有些庆幸 情绪很是复杂 无论是何种情绪 那年冬天 必然成为无法被人间遗忘的一个冬天 因为人间在那年冬天 仿佛与和平 只有一擦身的距离 在书院和盗门的战争夹缝里 看到了一线生机 似乎有无限希望就在前方 荒凉的原野上 雪花狂暴地飞舞着 数百帐外的唐军营地 变得非常模糊 至于唐江滑影的身影 更是不知在何处 阿达眯着眼睛 满是稚气的脸上 偶尔闪过几丝狠意 有些发青的嘴唇微微动着 不停默默念叨着长生天的尊慧 他在风雪荒原上 已经等了很长时间 始终没有出手 最开始是因为他感受到 南方万里之外 那道毁灭一切的剑意 现在他没有出手 则是因为风雪深处 缓缓驶来的那列车队 巡游草原的国师大人 离开了贺兰城 来到了七城寨 没有人知道他来这里做什么 没有人敢违逆他的意 即便阿达也不行 他虽然是长生天 留给草原的礼物 也是国师大人名义上的弟子 车队在雪中停下 国师沧桑而宁静的声音 撕裂风雪 进入阿达的耳朵 唐人最想看到的 便是我们失去理智 阿达看着对面风雪里的唐莹 说道 我可以杀死他 国师的声音再次响起 那一刻 你也会被杀死 阿达坚定说道 您在这里 我不怕 他是在反对国师的意志 实际上表达了对国师的无上尊敬 因为他坚信 只要国师来了 那么南方那道铁剑 便伤不到自己 金杖国师的境界 究竟有多高 哪怕在光明季后 依然没有准确的概念 尤其是今年春天那场雨后 谁知道 这位侍奉长生天 极为虔诚的草原强者 又有没有什么增议 在他警惕戒备的前提下 再加上那十余名强大的草原大祭司 凝缺的铁剑 或者真的可以被阻止 阿达觉得 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更勇敢一些 他要把那名唐将杀死 带着铁骑 把对面的唐银冲溃 只有这样才能 还赠遥远南方那个人已痛苦 国师沉默片刻 用一句话 回应了徒弟的信任 问题在于 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 是的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遥远南方一直指着草原的那道铁剑 固然恐怖 但只要有准备 总能想办法应对 只要控制住境界 或念力输出 那道铁剑 更是根本无法影响到这里 可另外那个人呢 那个人在荒原出生 在荒原长大 虽然曾经销声匿迹数十年 但只要还活着 便是草原上最传奇的强者 最恐怖的魔鬼 魔宗宗主灵悟 二十三年禅 书院三师姐于连 不管叫什么名字 是什么身份 他永远都是草原蛮族 最害怕的对象 这几年传闻他在东荒 所以左仗王庭的强者 渐渐凋零 快要被他一个人杀光 所以 国师带着十三祭司 一直守在贺兰城外 今年冬天 国师终于离开了贺兰城下 来到了偏南些的原野上 没有人知道他来做什么 但所有人都知道 那必然和鱼莲有关 阿达明白了 有些不甘地向南方唐银望了眼 转身折回 走进车队 和老师一道 向卫城方向退去 听说神殿在和书院谈判 是的 所以暂时不能有战争 是的 会和平 我憎恶这个词 那是浩天才能决定的事情 在师徒二人的对话里 车队渐行渐远 不多时便消失在风雪深处 依然没有人知道 国师将去哪里 要做些什么 但人们知道 国师在等着一个人的出现 等着那道铁剑的来临 自然也在等着浩天的选择 人间的事情 由浩天决定 简单来说 那便是天注定 这三个字里 透着古无可奈何的意味 也有顺命的从容 然而 桑桑已经离开人间 他如何把自己的意志 告诉给亿万信徒 在他像过往 无数年间那般沉默的时候 所谓浩天的意志 不过就是道门的意志 现在准确来说 就是关主的意志 横目站在数万铁骑之前 神情默然看着那道 已经注定写在史书上的青霞 缓缓举起右臂 宋国都城广场上 围攻新教信徒的骑兵们 收将后退 神官只是停止攻击 因为道殿里传来了新的命令 京丈王庭等着关主的选择 长安城等着关主的选择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关主的选择 只有龙庆 仿佛什么都不知道 听不到墙外传来的 数千人紧张的呼吸声 没有收到来自神殿的最新消息 他觉得院子里堆的柴堆不够壮观 重新拾起柴刀 有些不熟练地砍着柴 想象着稍后的火焰 黑夜渐渐漫长 人间渐渐变凉 温暖的西陵神国 在今年冬天 也落了好大的极肠雪 崖平被残雪覆着 月光下 轮椅的痕迹非常清晰 中年道人站在轮椅后 神情凝重 他本以为道门已不变因万变 是破了宁缺此局的妙手 但看来关主并不这样认为 宁缺就想看到 道门阵之以静 但 这说不通 中年道人抬头望向夜穷里那轮明月 想着遥远的神国可能发生的战斗 皱眉说道 夫子建案 时间拖得越久 对书院越不利 关主坐在轮椅里 看着月光下的世界 平静不语 中年道人忽然明白了 说道 原来这也是他想要的 摄信仰根本 他只能隐约体悟 却无法用言语说清 随着这句话 牙瓶上的温度骤然降低 寒风透骨而至 明月依然当空 不知何处的云雀落下雪来 这雪来得很快 雪片极厚 纷纷扬扬 哗哗啦啦 没有多时便把牙上曝了一层 轮椅上也落了一层 关主自然也被雪片覆盖 从他双唇间缓缓躺出的言语 被雪片一沁 顿时变得寒了数分 就如言语里的意味 他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我也想看看 他想谈什么 只可惜 他在长安城自求半载 以为想明白了所有事情 终究还是错了 关主说道 他看不清楚自己 也没有完全看清楚夜红鱼 最关键的是 他没有看清楚 现在的人间 处于怎样的境地中 中年道人说道 站得不够高 看得自然不够远 现在的人间 本就没有站得像灌主一样高的人 中年道人推着轮椅 向崖平那边走去 轮椅在雪面上 留下两道深深的折 然后被新的脚印踩断 就像是人间的命运线 宁缺给我讲的那个故事很有趣 用书院的话来说 很有意思 那么便是很有意义 确实很难说服人 至少很能唬人 关主笑着说道 问题在于 他的那个故事里没有上帝 那个世界里没有上帝 但我们的世界里 真的有好天 中年道人的神情 变得越来越凝重 脚步都变得有些沉重 落在雪地上的脚印越来越深 仿佛要深深刻到牙齿里 浩天 当然是最沉重的话题 当然 就像先前说的那样 我不得不承认书院的判断 我的判断也同样如此 道门必然会失败 浩天终究会灭亡 关主的笑意忽然脸去 再无表情 眼睛深处的情绪 却变得极复杂 初始枉然 甚至畏惧 最终 还是化作了平静的井底秋水 但 那又如何 道门之主 说道门会毁灭 浩天最虔诚的信徒 最强大的代言人说 浩天会死去 如果这方话流入人间 会带来怎样的震荡与混乱 说出这段话的关主 却已经平静 看着人间微微笑着 什么都没思考 显得那样宁静甜淡 如出生的孩子一般可爱 宁缺有句话说对了 道门和书院 我和夫子 在某种意义上 确实是同道中人 我们走在相同的道路上 对这个人间都有所想法 只是选择的路线并不相同 我们的对未来的世界看法不同 对人类的未来看法不同 那么选择的方法和最终的目标 也必然不同 宁缺不会同意我选择的道路 便没有和平 如此同的不同 又怎能真的同道 关主说道 如你所说 他站得不够高 看得不够远 没有看见最重要的那个 人 而我看到了 那么书院便输了 宁缺给道门出的题目 看似是两难 逼着道门只能正直以静 根本无解 但其实对于关主来说 这道题很简单 耶稣的生死 叶红鱼的去留 对关主来说都不是问题 关主以为 把这两兄妹一起杀了便是 他不在意 耶稣可能成圣 新教会传播多远 他不在意叶红鱼或死或盼 裁决神殿都会大乱 道门会变得混乱不堪 不在意 因为一切都是天注定 道门是浩天道门 是浩天的道门 浩天自己都认输了 他的道门又如何能够胜利 崖外的世界是人间 放眼过去都是雪 茫茫苍苍一片 根本分不清天空与地面 仿佛都已经连在了一起 那又如何呢 终究是人类自己的事情 浩天死了 那边在寻的新的浩天 道门灭了 那边在创的新的道门 如此而已 关主如是说 第45章 风在吹 中年道人脸色有些苍白 无论春与秋风 都无法浮动润湿的宁静道心 忽然难以一指地颤抖起来 甚至有了崩溃的迹象 他听到的这些话 话后面隐藏的意思 关主的所思所想 信徒们来说 是太过冷酷恐怖的事情 都说光明大神观 是最接近浩天的人 但他知道 从千年之前开始 人间最接近浩天的人 便是关主 一直都是关主 而前些年浩天来到人间 关主与他相遇 那种接近 便从神学意义上落到了实处 不是看见是相见 便自然没了距离 因为看见 所以畏惧 不 看见后便不再畏惧 便敢思之想之杀之灭之夺之 与之相比 无论是连生的野望 还是书院的理想 以至浩天本身的想法 都会有些等而下 宁缺的问题 更是显得有些可笑 中年道人 不会质疑他的判断 看着牙间残血 感受着扑面来的寒风 忽然觉得有些感伤 因为他将看到一个 完整的旧世界的毁灭 而那个旧世界 是他曾经全心全意 供奉守护的 他所在意的 真的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新教的火焰 焚烧整个人间 旧日的道门 还有陈旧的神殿 都将在这把火里 变成新生者的祭品 哪怕夫子输了 书院和唐国被灭 道门也无法改变这个结局 但何必感伤痛苦 不过是场涅槃 应该欣喜庆贺 佛祖说的涅槃 难道便要落在今年冬天 那僧人看顾的是自己 哪里会在意整个人间 接下来 该做些什么 决定人间命运的 以前在天上 观主的目光 从夜穷转向山下的风雪世界 看了会儿 悠悠继续说道 现在却在人间 那么我们当然要先找到他 宁缺让他多在一些人间的事情 其实他一直在意 比谁都在意 本应在天上 现在在人间 怎能不在意 说完这句话后 观主不再多言 望向崖外的风雪 看着风雪 那头的村庄田野 看着风雪 也无法止住的月光 微笑不语 夜的幕布上 云层疏忽在东 有时在西 虽然不停播撒着雪花 却没能遮住所有 月光笼罩着整个人间 崖上的风卷起雪花 与月光一道起舞 随着夜色渐深 变得越发寒冷 观主坐在椅中很长时间 精神却依然极好 数年前长安一战 他被书院诸子 借助精神阵重伤 后又露欲桑桑 得到了浩天的惩罚 就此成为一个 雪山汽海 被废的残障老者 按道理来说 如此严寒的夜 他极难忍耐 可是他就那样 静静坐着 没有咳嗽 脸色并不苍白 甚至有两团红韵 神情始终是那样的平静 他的眼里 充满了对人间 美丽风景的向往 对月光和雪花 以及波洒月光 和雪花的天空的好奇 纯真的就像的孩子 横木和阿达这些好天 留给人间的神子 脸上的神情 也尝现天真之意 但那种天真 来自对人间的疏离感 以及本身的年龄 观主的天真不同 他静静看着人间 思想着人间 似乎懵懂无知 似乎无所不知 有些呆滞 却并不令人厌恶 有些蒙趣 却并不令人厌烦 他和横木等人不一样 和以前的自己也不一样 他更加从容 就像是无心 而飘出山绣的一朵云 干净纯真的令人赞叹 当年他进长安时 遇风而行 飘飘若仙 在黎明百姓的眼中 仿佛真正的仙人 残废后 他成了真正的凡人 由先归凡 那便是真人 中年道人看着倚中的他 感受着 那道天真烂漫的气息 隐约明白了些什么 很是感慨 原来清静之上 有有世界 观主忽然动了 双手自膝上离开 缓缓落到轮椅的扶手上 长下有残血 见被热度融成春泉 神情也如春泉般一人 中年道人动容无语 因为震撼 因为猜想变成了现实 那个令他激动万分的猜想 似乎马上便要成真 中年道人 扶在轮椅上的双手 有些颤抖 当初观主的局被书院所破 他的人被长安所伤 但真正把他变成凡人 那是浩天的手段 现在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 观主站起身来 离开了轮椅 仿佛无数万年前 人类曾经做过的那个动作 雪花混着月光 在牙瓶上缓缓落着 寒风不停地吹拂 扶得观主身上的青色道衣 不停飘动 却吹不乱他病脚花白的发 你看 那真的好像一条狗啊 观主看着夜空 有有说道 中年道人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更不知道 二十年前 夫子在书院后山举背向天 说过沟不相似 但其实意思相同的话 说完这句话 观主背起双手 在风雪里向崖下走去 轻衣飘飘 风雪如怒 夜色深沉 他离开桃山 就此不知所踪 看着崖雪上 观主留下的那道脚印 中年道人沉默无语 思人已飘然下桃山 留给他的 只是一道背影 和满心敬畏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醒过神来 看着依然扶着的轮椅 笑了笑 推着空轮椅来到崖畔 双臂一震 便推了下去 山崖极高 落雪有声 轮椅坠落地面的声音 自然传不到此间 而走向人间的观主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会再回到桃山 中年道人神情 很快便回复平静 因为他是道门真正的强者 更因为他对观主 有绝对的信心 道门在世上存在无数年 不知出现了多少了不起的人物 为人类奉献了多少智慧 千年以来 人间的光彩 似乎都集中到 夫子和书院的身上 但道门毕竟是道门 观主毕竟是观主 中年道人离开了崖平 去了天狱神殿 没人知道在神殿里 他和赵南海说了些什么 但接下来 赵南海沉默地 跟随着他去往裁掘神殿 而那时 长教已经先到了 看着露台上那个 穿着裁掘神袍的女子 他露出欣赏的眼光 他在月光下 走到沐浴神座旁 如雪花般绽放 他一直很欣赏她 很小的时候在观里 他就很喜欢她 可惜今天他要杀死她 观主已经决定了 他和他兄长的生死 请给我真正的解释 抱歉 我不能说 第46章 《雪凤明桃山》上 昏暗的裁掘神殿里 响起夜红于平静的声音 他看着掌教熊出没 右手缓缓离开沐浴神座 就像是喘而缓缓离开南方的海港 那么 便来吧 他美丽的眉眼间 没有任何畏惧 平静的情绪里 透着强大的自信 和一往无前的决心 便是场绝望的战局 也不能让他有任何绝望 掌教 赵南海 还有中年道人 站在道殿的三个方位 沉默地看着神座旁的他 这样强大的组合 没有任何道理自我怀疑 即便墨于神座旁的女子是于莲 他们也有信心将对方拿下 但他们依然难免警惕 因为今夜他们的对象是西陵神殿历史上 最年轻的才爵神座 大概也是千年以来 桃山最擅长战斗的人 他不会赢 但没那么容易输 叶红于的手掌离开神座 殿内昏暗的光线随之发生改变 仿佛有千缕光线 如珠网一般 被他的手指轻轻拈起 殿外洒来的月光与星光 发生着美丽的折射 道殿里约半人高的空间中 仿佛多了一层新的海洋 他就那样静静站在星光之中 圣洁美丽 有如神国的处女 随着手掌的移动 新的海洋渐渐浮起 月光与星光折射得越来越厉害 最后渐渐拱起 变成一盆光线构织而成的几何形状 风锐线条的组合 是剑 他握住了一把光线构成的剑 剑的表面光滑 如清成的湖水 剑的表面反射着血红色的裁绝神袍 仿佛有红鱼在起间游动 这是一道虚剑 却真实无比 这就是他的道剑 殿外绝壁间有风乍起 吹拂雪花飘舞不停 吹得月光星光有些不安 随露台灌入殿内 扶到他手中的剑上 浮醒了剑里的那只红鱼 叶红鱼醒了过来 首先醒过来的是他的衣衫 血红色的裁绝神袍 微微颤动 就像是成了太多露珠的尘石红花 红花轻颤 他出现在数十丈外 赵南海的身前 他第一次出手的对象 是赵南海 或者是因为 这位来自南海的大神官 是三名敌人里 相对较弱的那一个 赵南海 知命境巅峰 却依然是相对较弱的那一个 这个事实 其实只能让人感觉更加绝望 今夜裁决神殿的战斗 是场真正的强者战 对他来说 或者是场注定失败的战斗 但他还是想试试 因为他不习惯在战斗 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就提前认输 就像多年前 他对宁缺说过的那样 既然要战 那么就要赢 像雪花一般 飘行在星海里 叶红鱼什么都没想 只想胜利 专注到了一种恐怖的程度 如画的眉眼 就是江山 如铺的黑发上 戴着的神免 沉重亦如江山 他以裁决神座之尊 携江山而至 气势合其庄严 一座青山 一道江水 自夜空里扑面来 即便以赵南海的境界道心 亦不免觉得有些震撼 赵南海想必 但他的双脚像是铁柱一般 生根在道殿光滑的地面上 因为他很冷静 知道自己不能避 哪怕避的心思都不能有 叶红鱼选择他 就是要逼他避一瞬 赵南海不能避 不能退 因为一退 便给叶红鱼流出了退路 今夜是道门最强者 对最强者的狙杀 不能有万一 不能流路 不能流退路 不能流后路 对敌 对己都是如此 看着夜空里落下的这片江山 看着血化江山里美丽的女子 赵南海的神情变得异常坚毅 道袍于寒风间轰的一声燃烧起来 他是当代的南海大神官 继承的是六百年前 那位光明大神官的衣钵 修的是最高深的西灵神术 此时燃烧的是最纯正的浩天神灰 他燃烧自己 把自己变成了一根竹 照亮了幽暗的道电 夜红鱼来到他的身前 便来到了光明的世界里 他握着那道游 光线构成的虚剑 神情宁静 没有刺出 他身上的神袍轻飘 被照得有些发白 就这样进入了光明的世界里 就像一只猪红色的鸟 毫不犹豫地投进了林中 光明的世界 炽热的树林 到处都是恐怖的杀鸡 那只猪鸟可会被烧焦羽毛 那朵雪花可能盛放 夜红鱼神情漠然 不以为意 因为它也燃烧了起来 无穷无尽的浩天神灰 从它的身躯里喷泊出 穿透血色的裁绝神袍 突破赵南海使出的浩天神灰 向着对面席卷去 树林在燃烧 投入树林的猪鸟 也开始燃烧 向夜空里展开的树林的双翅 吐出树杖的火苗 在石壁上 溅出无数的火星 雪花的花瓣 变成透明的火焰本体 肃杀而恐怖 西灵神术 对西灵神术 浩天神灰 对浩天神灰 它是裁绝神作 但它更是万法接通的道吃 它自幼变通西灵神术 浩天神灰对它来说 何曾陌生过 它的神术 和赵南海的神术 究竟谁更生一筹 都是知命境巅峰 都是神术的强者 一者苍老而老辣 一者年轻而强势 如果是别的时刻 在短时间内 根本看不到答案 但今夜的情况特殊 赵南海是来杀人的 他不可能拼命 哪怕他脸上的神情 再如何坚毅 夜红鱼 则是在燃烧自己的灵魂与生命 虽然他的脸上 没有任何表情 裁绝神殿里光明大作 温度骤然提升 那些刻着繁华的桌椅 瞬间变成灰烬 就连那方墨浴神作 似乎都开始散发青烟 掌教神情威灵 向战场里踏了一步 中年道人低着头 不知在想什么 炽热的神灰海洋里 忽然响起一声鸣笑 那笑声很轻 很尖锐 像是某种禽鸟 传说中的禽鸟 雄出没神情在变 中年道人依然低着头 被浩天神灰照明的脸上 神情凝重 火星四溅 火焰咒风 火海里出现一条通道 一只血色的火缝 从海洋深处飞了出来 一盏赤 神殿便开始燃烧 才觉神殿里没有真的火缝 有的只是最纯洁庄严的浩天神灰 他飞舞在神灰之前 如高傲爆裂的凤 神情漠然至极 光明微脸 赵南海出现在地面上 他脸色苍白 唇角流着血字 明显已经受了极重的伤 看着那只火缝 脸上写着佩服 又有些同情 道门历史上最年轻的才觉 果然强得不可思议 然而正因为他强 所以他一定要死 他越强 道门便越不能容许他活着 在这场神术的较量中 赵南海败了 受伤 但夜红鱼也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为赵南海没有让开道路 他还在场内 他没能在一开始击倒最弱的赵南海 便失去了所有离开的可能 这很遗憾 但他的脸上 却看不到任何遗憾的神情 或者 这是因为赵南海本来就不是 他真正的目标 那场把石壁都焚化得 浩天神灰的火 让他的曼妙身躯热了几分 或者 只是热身 借着这场熊熊盛宴的掩护 凤鸣于电 于光明大乱之间 他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来到熊出没的面前 或者 这才是他的目标 他眼眸最深处 有无数颗星辰幻灭 看不清楚画面 看不清楚在想些什么 他握着剑的右手 隐藏在血色的裁绝神袍间 看不清楚是否僵硬 他的手里握着的是一把虚剑 也是他的本命道剑 对赵南海时 他始终没有出剑 此时借势而来 他究竟会不会出剑 下一刻 他的剑 还在翘中 剑与翘都是假的 也都是真的 在下一刻 翘不复存在 剑便陷于眼前 那便是出剑 一道犀利至极的剑意 在明亮的道殿里生成 瞬间撕裂殿里的空气 那道隐隐然 站在五经最巅峰的剑意 最后竟甚至要撕裂空间 他在空中折环的突然决绝 快得难以想象 这道剑意更是快意至极 当年全盛时的柳白或君墨 在速度上也只能如此 剑意之前 如果换作别的强者 大概都会被一剑斩作两段 但此时他要斩的人是 西陵神殿的主人 这很难 熊出墨神情凛然 眼瞳缩成黑痘 早在他离开那片火海之时 便开始做准备 当那道剑意迎面而至时 他的双手已经伸向夜空 夜空漆黑一片 没有光明 但神国就在那里 面对夜红玉这样危险的敌人 熊出墨没有任何犹豫 出手便是最强手 也是胜负手 一道极为磅礴的力量 一道完全不属于人间的力量 从遥远的夜穷深处 从神国的位置 穿越无数万里的距离 穿透无数云层与山巒 灌进他的体内 天气 夜红玉的剑 已经是五进巅峰的最上层 与天穷 只有一根发丝的距离 熊出墨的境界 却已经逾越了五进 来自天穷之上 哪怕只有一根发丝的距离 依然是距离 难以越过 熊出墨受矮的身体 骤然间变得无比威猛巨大 仿佛天神 他的身躯里 仿佛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在翻滚沸腾 他伸出右掌 像夜红鱼拍了过去 孩童般可笑的手掌 在破风的过程中 摇晃成一把菩扇 巨扇般的手掌 握住了那只火凤的咽喉 刺眼的赤白神灰里 响起火凤凄厉的名笑 第47章 雪凤明桃山中 熊出墨站在神灰之前 无情地扼住那只火凤的咽喉 炽热的道殿里 回荡凄厉的名笑 那笑声越来越厉 越来越愤怒 越来越痛苦 火凤愤怒地挣扎 无数赤白的光僵 从他的身体上剥落 落在地面 点燃一片无缘的火海 那道肃杀的剑影 隐藏在他的身体里 不停爆发 熊出墨脸色骤然苍白 神情却依旧默然 受矮的身躯 在那道磅礴力量的加持下 仿佛天神般威严无比 显得那样的强大 有很多人始终无法理解 熊出墨的强大 比如叶红鱼 既然西灵神殿长教的称谓 并不能带给修行者先天强大 那么他的强大来自哪里 这个猥琐恶心的矮子 凭什么能够拥有 五镜之上的境界 就因为他是浩天的一条狗 有人试图做出解答 但那些答案都是猜测 熊出墨依然站在 万丈光幕之后 无比强大 扼住命运和火凤的咽喉 令人觉得不公地继续无敌 熊出墨的剧长继续前移 桃山上方的叶琼 随着他的动作 仿佛也向地面靠近了一分 一道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量 拍了下来 火凤一声凄鸣 光雨四散 那道自他身躯内 暴射而出的绝世剑翼 也无法抵挡叶琼的压力 啪的一声碎作了无数片 剑翼被熊出墨的手掌 生生拍碎 无数细碎的剑翼 击射而飞 尽数落在了叶红鱼的身上 血红色的裁绝神袍上 出现无数裂口 里面隐隐有血水渗出 这便是恐怖的反噬 叶红鱼的脸色很苍白 眼眸深处的星辰 流失灭亡的过程 骤然加速 血红色的幼秀 在天启的力量之前 镜数化作虚无 露出他如玉般的手腕 剑翼已然静灭 但他的手里依然握着剑 黑发不停飘舞 如狂风下的瀑布 他看着熊出墨 眼眸无情无序 没有灵魂 他的灵魂在燃烧 他的生命在燃烧 他身躯上无数伤口里 流出的鲜血在燃烧 他用西灵神术 把自己的肉与灵 尽数燃烧成圣洁的神灰 他要拥抱近处的熊出墨 与很多年前被羞辱的拥抱不同 他的拥抱没有别的意味 不狂热 不冷酷 只是平静 平静地邀请他一道死亡 熊出墨看着燃烧的夜红鱼 眼瞳微缩 感觉到其间隐藏的大恐怖 他的身体颤抖起来 脸色变得更加苍白 一声如雷般的爆盒 蹦出双唇 凤天斩 他是西灵神殿之主 他的声音便是雷鸣 深夜的桃山 雷鸣响彻风颠谷底 阵醒大地泥土深处冬眠的生物 经了夜穷里那些 不再几处雪花的后云 直至来到夜穷深处 不知方位的神国 夜穷向着地面 缓慢地碾压过来 才觉神殿里那道霸道 不可阻挡的力量 变得更加清晰而直接 熊出墨的手掌 最终破开了夜红鱼 最后残留的剑影 扇开那些圣洁的光焰 落到了他的肩上 实实在在低映了下去 扑得一声闷响 夜红鱼的右肩处 衣料尽碎 露出赤裸的肌肤 他的肩在炽热的光焰 与恐怖的力量里 依然溢着清新的香 赤裸的香肩 在圣洁与恐怖之间 很是诱人 熊出墨的手掌 落在了这片香肩之上 瞬息间 他想起很多 回忆起很多 眼神微变 眼瞳更深 如豆 如豆般的油灯 有些悠悠 有些满足 有些瘫 有些叹 掌落 他便死了 即便他是夜红鱼 也必然要死 唯一令熊出墨 有些不解的是 他的眼神 还是那般的漠然 羞到如痴 难道真的能 痴狂到无视生死 下一刻 熊出墨才明白 夜红鱼为什么 如此平静 因为 他不会让他的手掌 像当年那样 如此轻易地 落在自己的身体上 他的右肩上 站开一道伤口 就如身躯上 别的地方一样 鲜血淋漓 裁绝神袍四裂 然而就在血水之下 在伤口深处 有金线闪耀 这段金线 这些金线便是 他与普通修行者 最大的区别 修行界无数强者 他和宁缺是真正的一类 他们是真正的狠人 他修道如痴 痴者狂野 他没有痴狂到无视生死 但他痴狂到 把自己的身体 修成了一把剑 那才是他真正的刀剑 裁绝神袍裂了 剑翘裂了 他 这把剑 正是出鞘 金线 美妙地弹起 曼妙地飞舞 轻轻柔柔来到 熊出墨的手掌上 与剧长相比 那道金线 比秋天最细的败草 还要细柔 但那是他的本命 比最锋利的剑还要刃 不可断 不可绝 吃得一声清响 熊出墨将要触到 他肩头的食指上 多出了一道细细的红线 血水从线里一出 瞬间变见白骨森然 然后断绝 熊出墨的食指 如熟透的果实般 落下之头 熊出墨的脸色 变得异常苍白 眼瞳深处 涌出无尽的痛处 他瘦削的脸庞上 涌现出无尽愤怒 然后 瞬间禁数归为平静 他面无表情 手掌继续下压 便是五指尽断 手掌齐腕而落 他也要把夜红鱼拍死 因为这是最好的机会 然而 夜红鱼不可能再给他机会 夜红鱼闭眼 紧接着 他脸了全部的剑衣 残破的裁绝神袍 如枯叶般卷起 裹住他的身躯 一丝剑衣 都不再泄出 甚至连生机都不复存在 前一刻 还像是一把剑的他 这一刻 变成了无枝无石的丸石 就像是多年前 魔宗山门外名湖底 那些布满青苔的丸石 那些丸石上 刻着两道剑痕 更多年前 那些剑痕 是刻浩然留下的 后来 有些新的剑痕 是他留下的 现在 他把自己变成了那些石头 身上的伤口 一合剑痕一般 他想做什么 不及思考 更来不及分析 熊触摸的手掌 终于完全落在了他的肩上 喀拉一声巨响 他的肩骨尽碎 鲜血狂飙 熊触摸不解 赵南海不解 不解他为何宁肯重伤 也要承受这一击 便在这时 神殿那头的中年道人 抬头看了一眼 他就像磕真正的石头 被来自天穷的力量击飞 力量 决定速度 他承受了无人承受过的力量 便拥有了难以想象的速度 除了无惧 人世间再也没出现过 这般快的速度 他在裁诀神殿里飞掠 残破的裁诀神袍拖出道道残影 与空气剧烈的摩擦 甚至开始燃烧起来 完时便变成了陨石 拖出了火位 或者 这也是火锋的另一种形态 从进入裁诀神殿后 中年道人便一直低着头 沉默不语 直至此时 他终于抬起了头 他抬头看店内的神灰海洋 看光影之间那道身影 看那颗砸向自己的陨石 看那只沉默而肃杀的火锋 想明白了他要做些什么 叶红渝的目标 从一开始就是他 不是赵南海 也不是熊出没 就是他 与赵南海的神术比拼 只是热身 应接熊出没的天气 只是加速 这两大强者的权力出手 对叶红渝来说 只是戒势 他不惜身受重伤 也要把自己的状态 调到最强 最狂暴的那一瞬 为什么 就为了杀死自己 叶红渝来得太快 中年道人只是抬头看了一眼 他便到了 火凤聊电 陨石降势 即便是关主在场 也无法避开 中年道人发现 关主还是自己 依然低估了叶红渝的能力 年轻的才爵神作 真的是万法接通的天才 他的神术造诣 竟胜过赵南海 他竟把自己的身躯 修成了本命道剑 而他最后把自己变成完石 那更是传说中千年前 那位光明大神官 领悟出来的快乐正义 当今世间 懂得快乐正义的 只有如今的大和国女王 他又是从哪里学的 中年道人想不明白 但他必须接住对方 不然 这只火凤 便将飞出裁绝神殿 破开陶山 得到真正的自由 这是道门 绝对不允许的事情 中年道人伸出右手 一直点出 动作很迟缓 火凤来得如此之快 快到前无来者 他的动作如此缓慢 却抢在了火凤之前 他的神情凝重 手指也沉重到了极点 知其 守其 为天下息 知守观绝学 天下息神指 中年道人的天下息神指 比起当年的陈皮皮 不知高出多少层次 一指出 天下奸宁 才觉神殿里 熊熊燃烧的浩天神灰 仿佛被冰冻的火焰 不再摇晃 那道来自天穷的力量残余 仿佛感受到了指尖的意味 也平静了下来 火凤的燕尾 瞬间脸没 狂暴的陨石 忽然间露出了真实的面容 那些青苔 可能伤人 中年道人 失出了自己最强大的手段 他欲光明而来 一直点出 火凤一声鸣笑 有些绝望 夜红鱼的神情 却依然是那般漠然 似乎什么都不在意 他握剑 然后 初剑 火凤光雨四散 他根本不理会 店内近气四溢 狂风席卷 火凤骤然散去 只剩下他的本体 他一剑刺向中年道人 很普通的一剑 却是最强大的一剑 如剑中重格 如石落幽谈 一声响 有回响 念念而响 中年道人的手指 与他的剑 终于在空中相遇 风骤熙 陈剑落 才觉神殿瞬间回复幽静 数道金线 从夜红鱼的身体里蹦出 然后飘落 似真正的枯叶 他握着须剑 面无表情 站在中年道人身前 才觉神袍伴散 卷落在腰间 露出赤裸的上半身 血水 从完美的曲线间躺落 此时的他 浑身血污 半裸而立 似很狼狈 实际上是极美 那是一种神圣的美 圣洁的美 纯洁的美 但这种美很诱人 诱人与神圣 其实并不抵触 至少在此时此刻 他的身上 血水从他的身上 躺落 落到他的脚下 流进石板里的缝隙中 那些缝隙 渐渐被血水灌满 然后开始发光 就像是一道道的线 血海里 有光线飘浮 光线起 便是一座繁龙 中年道人的神情 终于变了 因为他 正在繁龙中央 第48章 血凤明桃山 下 今夜一战 夜红鱼先战照南海 再战长较 最后对中年道人出手 这种选择很嚣张 哪怕他是惯常 嚣张的夜红鱼 因为那三个人太强 强到他没有任何战胜 其中一人的把握 这嚣张 不免显得有些可笑 有些绝望 但夜红鱼是什么人 他怎么可能 做出可笑的事 他根本不知道 绝望二字怎么写 那么他连环三击的 目的是什么 是的 从开始到现在 他的目标 从来就没有变过 他根本没有想过逃走 他根本没有想过 离开裁决神殿 非但不逃 他还要抓住中年道人 他要用中年道人的命 去换一条命 毫无疑问 这是很狂妄的想法 甚至可以说是赌命 但他就这样做了 因为他不惜己命 因为他要那条命 因为他有繁龙 今夜之战 他没有天时 因为浩天已经抛弃了他 他没有人和 因为关主已经抛弃了他 但他有地力 地力便是双脚锁力之处 他此时站在光滑的石板上 他身在裁决神殿 他就是裁决 今夜 他把这座肃杀的神殿 变成了一座繁龙 繁龙 不再仅仅是裁决神殿 最强大的道法 而变成了真实的囚牢 前代裁决神座 利母为诈 用繁龙把前代光明神座 关了十余年 今夜 他也要把中年道人关进去 然后镇压之 中年道人神情凝重 天下西神只如泥牛入海 他收指 然后一锈浮出 精纯制成的道门正宗玄宫 落在那片光木之上 那片光木由地而起 染着斑驳血迹 正是繁龙的本体 道秀如锤 在裁决神殿的空中 砸出数声轰隆的雷鸣 却无法撼动光木嘶吼 看着这幕画面 中年道人的神情愈发沉重 赵南海和长娇的脸色 更是难看到了极点 高速略来 他们终于知道了 叶红鱼的安排 自然不能让他得逞 必须在繁龙真体成形之前 抢先打破 若真的让他 把中年道人关进繁龙 今夜结局难料 雄出莫凶富身陷 雷鸣悠悠而出 那道磅礴的力量 自天外而来 落在他的身上 继而随雷鸣而出 轰击在繁龙阵间 赵南海紧随其后 神情肃然 双掌绵柔而至 浩天神灰再次猛烈地燃烧 似要把那座起于垫底的繁龙阵 生生烧容 繁龙阵里的中年道人 自然不会束手待毙 他神情凝重地 看了一眼叶琼 撤了天下西神指的双手 在身前变换出数种形状 如蝶般煽动 三道难以想象的强大力量 以截然不同的三种形式呈现 几乎完全同时 落在了叶红鱼的身躯上 落在繁龙阵法上 无数光亮浩浩而来 瞬间照亮裁决神殿里的每个角落 把繁龙阵最细微的光线 都照耀得清清楚楚 夜店里仿佛多了无数颗太阳 极盛时的光明 便是黑暗 令人双眼皆盲 无论处于光明正中央的夜红鱼 还是其余三人 都再也看不到任何事物 只能感知 夜红鱼赤裸身躯上的伤口 变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密 流的血越来越急 他面无表情 静静看着繁龙里的中年道人 虽然看不见 却依然盯着 血水躺落地面 顺得缝而流 唤醒裁决神殿 隐藏无数年的金破 遭到合力攻击的繁龙阵 非但没有破碎 反而愈发牢固 某一瞬间 圣极的光明深处 仿佛响起一声庄严的断合 繁龙阵 忠诚 他终于成功地将 这座裁决神殿 变成了繁龙 困住了最强大的敌人 护住了自己 或者 这也是一种自困 但他心甘情愿 就在那瞬间 中年道人撤了蝴蝶散手 缓缓抬起头来 光明渐暗 他看清了浑身是血的夜红鱼 然后有两道血水 从他的眼中躺出 只是瞬间 他便在繁龙阵的镇压下 受了极重的伤 但他依然平静 叶红鱼也很平静 他上半身未着寸缕 美好的曲线 毫不遮掩地 让叶琼 让叶琼里的月宇星 让叶殿里的人们看着 袒露了所有 神情却很坦然 他松开剑柄 从开始到现在 他的道剑出了两剂 根本未能伤到熊出墨和中年道人 而现在 他已经不再需要出剑 熊出墨和赵南海罢首 因为繁龙已成 他只要一动念 中年道人便会死去 中年道人隔着那道肃杀的光幕 静静看着叶红鱼 沉默了很长时间 神情有些复杂 有些佩服 有些凝重 有些怜悯 没有意义 他说道 叶红鱼说道 熊出墨和赵南海 只是两条狗 如果拿着他们的性命 自然没有意义 但诗书 你不同 官主会想你活着 中年道人看着他怜悯说道 就算如此 现在时间也已经晚了 龙庆在宋国 应该已经动手 就算官主垂帘 想让我活着 也不再有意义 听到这句话 叶红鱼沉默不语 而且 你关不住我 中年道人把手伸进怀里 看着他感慨说道 所以 没有意义 叶红鱼看着他的手 秀眉微跳 说道 你打不破凡龙 当年魏光明 叛离桃山时 曾经说过 我心光明 凡龙何能困 我不及光明老人强大 你这座凡龙 较前代才决更加强大 但你依然困不住我 中年道人的手 重新出现时 手里多了一卷书 那卷书不知是什么材质所造 在如此恐怖的战斗里 竟没有被气息对冲免碎 也看不出来新旧 隐隐透着古高庙的气息 中年道人看着手里的这卷书 有些犹豫 有些遗憾 叶红鱼隐约猜到这卷书的来历 神情骤变 久在凡龙里 富得凡自然 中年道人最终下定决心 缓声淫道 随着他的吟诵 他手里那卷书 也缓缓掀开了一页 那卷书掀开了第一页 那页瞬间燃烧成灰 一道磅礴的力量 急似于天启的力量 从那页消失的直里迸发出来 轰击到了凡龙阵法上 只是要比天启来得更加真切 红龙一声巨响 凡龙阵微微颤抖起来 看着这幕画面 感知着那卷书里神奇的力量 叶红鱼知道自己的猜测果然是真的 神情巨变 寒声道 你们竟敢以天书为弃 是的 中年道人手里那卷书 是天书 天书落字卷 一夜落 而惊天下 何况凡龙 叶红鱼双臂一盏 裁绝神袍无风而舞 如铺的黑发也狂舞起来 他竟是要用裁绝神殿这座凡龙 硬抗天书 中年道人的神情异常凝重 因为他发现 一夜天书并不足以冲破这座凡龙 于是 天书继续燃烧 落字卷 一夜一夜地落着 落地变成灰烬 仿佛无穷无尽的最本源的力量 随之释放 向着夜店四处袭去 中年道人看着天书落字卷 在自己手里越变越薄 神情愈发痛苦 道门弟子 亲手毁去天书 谁能舍得 樊龙与天书的战斗 依然在持续 落字卷一夜一夜地燃烧着 裁绝神殿不停地颤抖 石壁上出现了无数道细微的裂缝 有石壁速速落下 仿佛要地震一般 战斗至此进入最恐怖的时刻 先前被掌教天启所设 此时又闹出如此大的动静 陶山上的人们终于被惊醒 数千上万名神官和职士 站在各处山峰 站在各处到殿之前 看着崖畔那座黑色肃杀的神殿 看着神殿在夜穷下摇摇欲坠 脸色苍白至极 人们惊慌失措 人们震撼无语 人们很枉然 不知该如何做 轰的一声巨响 裁绝神殿东南角 阴盛而踏 无数实力积涉而起 山腰下方奥里的陶芝 不知被打碎了多少根 无数神官直视痛哭着跪倒 不敢抬头 不敢出声 裁绝神殿里 烟尘弥漫 雄出没站在战场之外 神情复杂至极 这是天书落字卷 和裁绝神殿之间的战斗 这是浩天与道门之间战斗的缩影 即便以他的力量 也很难加入到 这种层次的战斗里 看似很久 实际上很短暂 天书落字卷 在中年道人的手中 烧毁了约半数书页 樊龙阵 终于还是破了 裁绝神殿似乎下一刻便会垮塌 叶红鱼被天书的力量 强行振回墨玉神座旁 他脸色苍白 神情却还是那般漠然 裁绝神殿里 安静了很长时间 无论是中年道人 还是雄出没 赵南海 都没有说话 看着墨玉神座旁浑身是血的女子 心生敬意 或者还有些惧意 差一点 只差一点 面对着道门如此强大的狙杀阵容 年轻的裁绝大神观 竟然只差一点 便能逆转局面 甚至让整个局面 导入他的想法里 如果中年道人 没有拿着天书落字卷 如果他不是领受关主的命令 以近乎亵渎的手段 把天书当作了道门的兵器 那么叶红鱼或者真的会胜利 现在他败了 真的败了 但他面对如此强敌 最后逼得对方底牌进出 生生毁了半卷道门至宝的天书 他有足够的资格骄傲 并且得到敬重 只可惜 还是没有能赢 叶红鱼脸色苍白 不是因为受了重伤 不是因为畏惧即将到来的死亡 而是因为 他知道自己如果败了 那么耶稣便会死 他今夜所有的目的 就是为了勤助中年道人 借此换耶稣一条命 中年道人说这没有意义 但他还是必须这样去做 因为耶稣 他的兄长 对他来说 从很多年前开始 便是他活着的所有意义 中年道人以虔诚的神情 把天书落字卷 重新纳入怀里 然后看着叶红鱼 非常诚恳地说道 你很美丽 也很强大 叶红鱼面无表情说道 我知道 中年道人看着他 看着他内心最深处的那份倔强 仿佛看到小时候 惯领那个喜欢爬树 喜欢欺负沉皮皮的小姑娘 联系健身 很遗憾 你必须死 才觉神殿坍塌了一脚 叶红鱼受了重伤 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中年道人 雄出没和赵南海 依然看着他 站在三个角落 他败了 便只能死 因为盗门没有给他流露 他站在墨玉神座旁 身后是无尽的深渊绝壁 那或者是路 但不是活路 就在这时 他忽然笑了起来 笑声里满是愤怒与不甘 显得有些疯癫 他和耶稣兄妹 剃道门卖命多年 最终会没命 他不甘心 他尽力地去做 却没能挽回 但他会认命吗 不 像他和宁缺这样的人 表面上看 或者有极虔诚的信仰 比如浩天 比如书院 但实际上 他们永远只会相信自己 这一点 即便是浩天都无法察觉 即便是夫子 都没能看穿 他的笑声很冷 很寒冷 如锋利的刀剑 被雪海盼得冰冻了无数万年 然后被人拔起 回荡在裁决神殿里 似在向四处披展 下一刻 他不再发笑 说道 我要活着 熊出没看着他嘲弄说道 或者 你可以试着求我 叶红瑜没有理他 平静重复说道 我要活着 中年道人说道 你不能活 关主决意杀死耶稣 毁灭新教 那么他就必然要死去 尤其今夜之后 他若活着 那么熊出没便会死 道门会沦入火海之中 叶红瑜说道 我会活着 他说得很平静 因为不是祈求 不是恳求 只是通知 他告诉这些强大的人 告诉关主 他想活着便会活着 鲜血在他赤裸的身躯上流淌着 流经精致的锁骨 美妙的胸脯 会入迷人的肚脐 仿佛在完美的身躯上 走完了无悔的一生 先前我不离开 是因为我想做些事情 现在看来 我没有成功 耶稣大概会死了 那么我自然会离开 你以为你们能留住我 他看着中年道人 神情默然说道 半卷天书 还杀不死我 中年道人微微皱眉 觉得似乎有些问题 熊出没看着他说道 你如何能够离开 他指着他身后的绝壁悬崖 威风说道 当年你却跳下去了 浩天也跳下去了 或者你也想跳下去 你以为你能活下来 桃山绝壁 高远入云 最可怖的是 隐藏在里面的阵法 还有深渊底部 那些难以想象的危险 当年即便是魏光明 也从来不敢失望 这般离开 宁缺跳下去没有死 那是因为 浩天也随之跳了下去 叶红瑜再强 也不是浩天 如果他从这里跳下去 必死无疑 才觉神殿一片安静 露台上残血映月 很是美丽 叶红瑜看着熊出没 微潮一笑 他转身走向露台 一路鲜血流淌 血与他赤足上的血向处 便告融化 来到露台盼 平栏片刻 然后 他纵身而下 第49章 一道白烟 月光如前 狂风不在 残血依旧 雪上血痕清晰的 惊心动魄 才觉神殿里一片死寂 只偶尔有 石壁剥落的声音响起 中年道人走到露台上 熊出没和赵南海也走了过来 三人 看着篮下无底的深渊 看着月光照耀下的薄雾 和绝壁上那些积着血的老树 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 他们各自离去 没有交谈 也没有对视 宁缺跳下去了 浩天跳下去了 今夜夜红雨也跳下去了 宁缺和浩天能够活着 他不可能活着 既然死亡是唯一的结局 那么不需要再在意 只是人死了 事情还没有完 他是裁绝神作 他的死亡会引发很多事端 道门现在要处理的事情很多 熊出没要开始着手 准备镇压裁绝神殿的怒火 赵南海要从旁协助 重新稳定陶山的局面 而中年道人 要重新收拢道门的意志 更重要的事情是 随着今夜这场战斗 随着夜红雨的死去 道门开始正视着 首覆灭新教 与唐国 书院之间的战争 也将正式开始 三人离开 破损严重的神殿 再次回复无人的寂寞 自然 会有人被安排到绝壁下方 去确认夜红雨的死亡 寻找他的遗体 只是到了那日 就算他能够重新回到裁绝神殿 这座肃杀的神殿 也无法再赢回自己的主人 黑夜深沉 月儿被掩在厚厚的云层后方 大地上纵横交错的溪流 那些清水上的石桥 桥下奈寒的野花 都被夜色吞噬 今年很是寒冷 扬州城外的田野 被冻得有些结实 便在夜深人静之时 一声闷响 有人从城头落下 重重地砸在地面 把冻石的地面 砸出了树刀裂痕 那人的腿骨顿时断裂 然而在这样的痛苦下 依然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王景略的美女的极景 纵使黑夜深沉 也无法掩去脸上的苍白之色 无数颗汗珠从她的身体里逼出来 瞬间打湿全身 她擦去唇角震出的血水 以手为足 在地面上艰难向前爬行 带钻进一片灌木丛里 确认不会被人轻易发现 才略微松了口气 便在这时 城墙前再次响起重物坠地的声音 她拔开灌木 向那处看去 只见地面上躺着个人 那人身上净是血污 明显已经死了 城墙上方响起急促的脚步声 然后有数十根火把被点燃 只是瞬间 漆黑的夜色便被驱逐一空 城头上下被照得有如白昼 一动不动躺在地面上的那人 也被火把照清除了熔岩 脸上满是血 但勉强能看清楚五官 王景略的身体微震 握着树枝的手 微微颤抖起来 脸色变得更加苍白 因为她识的那人 准确来说 她和那人很熟 过去这几年 王景略代表朝廷 在扬州城里暗中联络那些心怀顾唐的年轻人 取得了很多进展 此时死去的那名年轻人 便是其中一人 扬州城头变得饶嚷起来 有喊杀声 有兵器撞击的声音 王景略艰难地抬头望去 直到城墙上面 那些终于长岸的年轻人 正在被神殿的强者们追杀 他的拳头握得越来越紧 却无法做些什么 不由心生绝望 又有人落了下来 重重地砸在被冻印的田野上 砸出泥土 溅出血花 紧接着有越来越多的身影落下 不停地死去 他苍白的脸上满是绝望与痛苦 眼眸里满是后悔 他后悔没能发现 自己的计划全部被神殿掌握 后悔没能预计到神殿的突然出手 他后悔让这些年轻人死去 今夜死去的这些人 是他在诸法里的元首 都是清和俊的年轻人 用宁缺的话来说 是真正的希望 只是 年轻人的骨头在硬 终究还是摔碎了 王景略的眼圈红了 嘴唇被咬破 开始流血 他盯着扬州城头那些神殿骑兵 看着那些火把照耀下的身影 身体痛苦地颤抖着 就像一只受了伤的丧家之犬 却不敢咽咽 他转过身 像狗一样在地面上爬行 向夜色最深处爬去 一面爬行 一面流血 他必须活着离开清和郡 他要把今夜发生的事情 告诉清霞那边的唐军 告诉宁缺 书院的计划已经失败 告诉长安 战争已经开始 宁缺没能想到 他也没有想到 西陵神殿会在这样的情况下 突然出手 他们的事业 清和郡的年轻人们 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损失 但是 我会回来的 当我回来的那天 铁蹄将会踏碎这片 艰难寒冷的田野 火把将会插满 傅春江畔的庄园 死去的年轻人的阴魂 将会得到最盛大的祭奠 王景略向着漆黑的夜里爬去 背离扬州城里的火把光辉 有血忽然飘落 洒在那些死去的年轻人身上 也洒落在像狗一样的他的身上 扬州城最直的那条长街 被灯火照得一片通明 神脸在街中间缓慢一动 脸旁十余名侍女 不停向夜空里撒着花瓣 那些花瓣与心落的血一魂 然后一同落下 圣洁纯净 雪风微坐 掀起脸前的曼沙 露出横目丽人 游戴稚气的脸庞 长街两侧 成千上万的扬州民众 纷纷跪拜在地 最前方 清和郡诸法的法主 同样双膝跪地 没有人敢直视他的容颜 今夜的扬州城 到处都在追杀 到处都在死人 鲜血灌进青石板的缝隙 流进清澈的复春江 是自数年前叛乱后 最血腥的一个夜晚 终于长安城的年轻人 在今夜死了很多 至于那些没能被神殿发现的 想必在看到如此血腥的画面后 也会沉默很多 横目丽人今夜指出了一次手 十余名唐国天书处的强者 尽数死亡 他的手上染了鲜血 他的意志 更是让鲜血涂满清和俊 那般平静 天真可喜 他不是西陵大神官 但他有不下于 西陵大神官的权柄与威严 他是浩天留给人间的礼物 他以浩天的代言人自居 他坐着神念 在散播的花雨雪中缓慢前行 享受着凡人的敬畏与爱 他很喜欢这种感觉 与唐国的战争终于开始了 那个叫宁缺的人 还能安坐长安城吗 宁缺 你什么时候出来 你什么时候来见我 请来与我一战 请来被我杀死 火光把夜雪照耀的 如白色的粉 又像是春天的柳絮 横目立人的目光 穿透漫天的风雪 掠过青霞 落在长安城 微笑想着 中原处处接雪 无论桃山还是扬州城 都被祸薄 祸后的雪包裹 稍后宋国也将落下一场雪 那场雪必将名流史册 而在这之前 本来风雪连天的草原 却忽然间雪停了 云散雪消 露出那轮明亮的月 魏城北方 数千座帐篷正在被拆除 无数牲畜正在被驱赶 金战王庭的勇士们正在给座其配安 数万名精锐骑兵即将启程 场面很壮观 却听不到什么声音 除了牲畜不安的鸣叫 气氛显得有些压抑 作为大陆北方最强大的势力 在过去这些年 与唐国的战争连获胜利 金战王庭的贵族子民 有足够的资格骄傲得意 但此次的情况不同 今夜 金战王庭即将整体南迁 南迁便是南清 这意味着最后的决战即将开始 意味着将与统治世界千年的唐国 你死我活 便是金战最骄傲的勇士 也开始紧张起来 最先离开魏城南下的 是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车队 车队由十余辆大车组成 人手不多 也没有什么资重 所以走得轻松 对金战王庭来说 这却是最重要的车队 13名草原大祭司 分别坐在自己的车厢里 胸前挂着的骷髅头项链 在窗口透进来的月光照耀下 洁白的像是纯洁的玉 国师胸前挂着的 是一串普通的木珠 就像他身上那件普通的衣裳 就像他普通的容颜 他看着窗外那轮明月 平静微笑 不知想些什么 对于中原修行界来说 他是画外的蛮人 哪怕带领金战王庭 投到浩天的怀抱 他和那些祭司 依然游离在正统的修行世界之外 但这不影响他的强大 也不影响他的情绪 他很向往那轮明月 他很想去南方 体会一下中原人的所思所想 他想去长安城 他想去书院 当然 去了自然就不想回来了 少年阿达也在看着那轮月亮 被风雪连续洗了好些天的空气 格外洁净 深夜的草原格外安静 于是那月亮显得格外圆 格外大 和国师不同 阿达没有太多想法 他只是觉得 那轮月亮有些刺眼 他眯着眼睛 满是稚气的脸上 写满了烦躁 京丈王庭总动员 十余万铁吉即将南下 蝉鱼的决心很大 动作很迅速 阿达却还是有些不满意 他急着去南方 他要杀死那名叫华尹的唐将 他要冲垮唐军最后的骑兵 从向婉原到河北郡 有水草的地方 都要成为他开拓的疆土 在这个过程里 他将和车队里的人们 一起等待着那只铁剑的到来 等待着鱼帘的到来 他要折了那剑 杀了那人 为什么 因为他想这样做 他要报复那个叫宁缺的唐人 他要战胜传说中的书院 他想 既然自己这么想 那么这应该便是长生天的意志 宋国都城 此时尚未下雪 广场上的对峙 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数千名新教的信徒 与人数相近的道门神官 及宋国骑兵们 紧张地互相看着 已然疲惫 高台上点燃了火把 照亮了这片角落 耶稣坐在岸后 看着岸上的道义珍惜 静静思考 陈皮皮跪坐在他身旁 沉默不语 唐小唐和十余名间隔弟子 站在高台之前 也自沉默不语 面对着神殿来袭 他们不知能撑多久 更无法离去 所以只有等待 南海少女小鱼的脸色 有些难看 因为她此时代表着 道门的态度 然而白天最关键的时刻 道殿响起了钟声 她只能停下等待 等待 为什么要等待 难道浩天 还会给予这些叛教的 逆贼宽容 难道宁缺真的 能说服关主 放过耶稣和新教的信徒 等待什么 没有人知道 在等待什么 等待杀戮的命令 还是和平的到来 知道西灵神殿 和谈一事的人 也觉得这种等待 未免太漫长了些 只有龙庆知道 西灵神殿在等待什么 不是等待关主 被宁缺说服 或是不能说服 不是在等待和谈的 最终结果 不是在等待浩天的御令 而是在等待一个人的死亡 或者说 死亡的消息 叶红于死亡的消息 他的死亡 便是这场战争的开端 年轻的裁决 大神官不死 道门便不能对耶稣动手 龙庆知道 却不在意 因为他清楚 那是必然的事情 不论是今夜 还是明天清晨 他的死亡 总会来到场间 所以他 还是像白天那样 非常认真地披着柴 捡着柴枝 然后堆到院子中央 堆得很仔细 就像在做一件精致的工艺品 隔着一堵院墙 墙外千万人在对质 他在墙这边堆柴 因为时间很充裕 他披了很多柴 现在甚至可以奢侈到 把被血染式的柴全部堆到最下方 只把干燥一燃 形状完美的细柴 放在柴堆最上面 干柴堆已经堆到树杖方圆 密密麻麻 很像一座王者的坟墓 也可能是圣人的坟墓 干柴堆最上方 插着木桩 横竖两条 像是个人 也像个石子 木桩上挂着一段绳子 绳子和木桩 是用来绑人的 那些柴是用来烧人的 时间缓慢地流逝 黑夜渐去 天边泛起雨堵白 怨墙那头 想起新教信徒的宋经生 整齐的经生 可以驱走疲惫 更重要的是 驱走恐惧 龙庆听着墙外整齐的宋经生 轻轻跟着附送 音调很有趣 似在唱歌 他挑选干柴的动作没有停止 神情很认真 情绪很平静 迎面具系在腰间 他没有戴 脸上的道巴没有变淡 很奇怪的是 那巴不在那般恐怖难看 灰暗的眼眸 在美丽的容颜上 显得格外迷人 听着墙外传来的宋经生 缓缓重复着 向柴堆上搁着细柴 龙庆在越来越亮的天光下 重复着这些动作 然后忽然停止 我们自己 就是道路 真理 以及生命 他抬起头来 视线越过越强 落到东方 不知是日其处 还是别的什么建筑 喃喃重负道 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这座城市是宋国的都城 在大陆上并不出名 无法和林康相提并论 更不要说长安 但这座城市 对道门来说 意义很深远 这里有大陆上最古老的道观 有最悠久的历史 这里曾经为西陵神殿 奉献了很多大神观 只守观里的人们 更与这里有 撕扯不开的关系 观主陈某 也是此间人 宋国 是道门的源头之一 是最保守的所在 耶稣选择在这里传播新教 将此间当成新教的大本营 想来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 他要在最显恶处前行 要在深渊里见天日 便在私存间 远处忽然传来终生 终生其处 应是宋国的道殿 龙庆神情威宁 待他看见到殿处 升起的白烟时 确认那个消息终遇到了 宿木的钟声 一道鸟然直上云层的白烟 只代表了一件事情 西陵神殿有大神观 离开人间 回归好天神国 叶红鱼死了 历史上最年轻的才爵 神座死了 龙庆站在院墙后 看着那道白烟 见散于天际 想着那个死去的女子 不由生出很多感慨 沉默无语很长时间 他和他出身天狱院 共识于财爵司 他是二司座 他是大司座 他是西陵神子 他是爵士导师 他从来都不如他 当他为了力量 选择背叛道门 变成那只孤魂野鬼的时候 他已经坐上了那方墨玉神座 他念念不忘的墨玉神座 在叶红鱼面前 他始终是个失败者 就像在宁缺面前一样 当年他最风光的时候 潜意识里 依然在叶红鱼面前 有些自残行贿 甚至有些本能力的恐惧 所以在书院登山的幻境里 他会在他的面前 一箭刺死了陆成家 他会把他和叶苏 视为修行里最大的心魔 今天 他终于死了 龙庆的心里 没有丝毫愉悦之情 反而有些空虚 或者 那是因为 他不是死在他手中的缘故 他再也无法弥补这种遗憾 这很遗憾 幸运的是 叶苏还活着 还有机会被他亲手烧死 肃穆的钟声 从道殿处传到广场上 传到数千名新教信徒 和神官执事们的耳中 洗去他们的疲惫与紧张 把他们的目光 引至道殿处 那里生起一道白烟 圣洁无比 死寂一片 作为虔诚的 以及曾经虔诚的浩天信徒 人们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无论是新教的信徒 还是神殿的神官执事 又或者是宋国朝廷的骑兵 都因为那缕白烟而沉默起来 久久未能化解心头的震撼 如果是别的时刻 人们应该会对着那道白烟跪斗 表达自己的悲戚和追忆情怀 但现在 这道白烟更是一个信号 开战的信号 小鱼举起手里的刀剑 遥遥指向高台上的人们 在他的身后 数十名道门强者 还有更多的神官执事 缓缓向前走去 广场四周的街巷里 涌出越来越多的宋国骑兵 屠刀已经举起 孤立无助的新教信徒们 恐惧地挤在一处 向后方退去 死亡的威胁 让他们从白烟带来的震撼中醒来 耶稣坐在暗后 右手落在书卷上 侧头望着那道尚未散去的白烟 久久沉默 逼近的敌人和临近的死亡 都不能让他的目光有所偏移 他的妹妹死了 因为他死了 过去的十几年里 他对她很严苛 甚至冷酷 因为沉皮皮的缘故 因为当年那些事情 但他却对她一如幼时 他是人间对她最好的那个人 那个人 去了 耶稣沉默 无言 你们走吧 不知过了多久 他开口说道 老师要我死 我便去死 你们活着 那就很好 是的 活着总比死了好 看着那道白烟 他悲伤地想着 第五十章 天空与大地之间 是唐小唐 沉皮皮跪坐在耶稣身边 看着那道白烟 神情威妄 有些痛 对他来说 叶红鱼的死讯 也意味着很多东西 童年的记忆 惯你的生活 就此戛然而止 再没有分享的同伴 同时这意味着 父子反目的悲剧 不是中简 他沉默片刻 然后说道 只要活着 一切都有可能 那为何要走 说话间 来自西陵神殿的强者 已经杀至台前 新教的信徒 再如何虔诚 也不可能 解慢这些人的步伐 只是徒流鲜血罢了 他相信今天也不会例外 哪怕那道白烟已经生起 因为他相信 他能保护师兄离开 唐小唐站立的位置 在他和耶稣之前 剑阁弟子 正在与那些道门强者厮杀 剑光纵横间 不时有鲜血挥洒 他只是站在耶稣和陈皮皮身前 没有去别的地方 手持铁棍 遇着有人来 便是一棍杂浆过去 伴着雷鸣般的撞击声 敌人喷血震飞 他不是大丈夫 但他当官时 同样无人能过 看着这名穿着单薄的棉衣 明明年纪不小 却依然像少女般 梳着双马尾的魔踪女子 小鱼的眼里 流露出强烈的敌意 更多的却是震撼不解 他对唐小唐的敌意很好理解 他只是不解 千里颠沛流离 心叫众人在道门的追杀下艰难度日 真正倚仗的强者 就是唐小唐一人 他是如何撑到现在的 他曾经受的那些 伤去了何处 那具小小的身躯里 究竟有多少力量 唐小唐确实很疲惫 离开林康城后的这些天里 他带着众人 突破了西陵神殿的四道防线 他遇到了21场战斗 他杀死了371名神殿强者 受了14次伤 无论战局险或平淡 他都是主将 无论伤势轻或重 他都在流血 他坚持了下来 没有倒下 带着耶稣和陈皮皮 这对雪山弃海皆废的师兄弟 月茫茫群山 行千里路 来到了宋谷都城 他已疲惫至极 他摇摇欲坠 但他还是手持铁棍将人打 站在台下 唱着这出漂亮的打戏 无论谁都无法逾越一步 剑断人飞马提乱 几名从斜侧方 趁乱突袭高台的宋国骑兵 被唐小唐扫倒在地 伴着沉重的撞击声 连人带马摔倒不起 小鱼挑眉 眼眸骤然明亮 青色道袍在尘光里微飘 手里的道剑 变成一道笔直的线条 刺破尘锋与寒意 瞬间来到唐小唐的身前 修行者的剑都是飞剑 但他的剑没有离手 万语轴也是那道线的一段 从柯浩然开始 再到柳白 剑道的历史已然改变 真正的剑者 再不肯轻易地 让剑离开自己的手 尤其是面对真正强敌的时候 剑风冰冷 映着广场地面的残血 直自唐小唐的眼睛 唐小唐没有闭眼 眨都未眨 盯着仿佛带着咸诗海风味道 而来的道剑 感受着其间隐藏着的海鱼天风意味 沉默挥棍而出 面对知命境的小鱼 他没有留守 娇小的身躯 变成灼热的石头 明宗功法 榨取体内每一丝的力量 尽数投注到那根铁棍上 他手里这根铁棍 原本是刀 是魔宗圣物 血色巨刀 在当年长安一战里 于莲用这把刀割断了关竹的彩虹 血刀被烧融成了铁棍 他投身书院 拜于莲为师 成为书院第三代的大师姐 其后这根铁棍 便一直握在他的手中 看着像铁棍 本质上依然是刀 刀一身藏其间 曾在后山绝壁挖天街 也曾把那张棋盘砸得哄天响 曾于光明计时 在桃山上杀得西陵神殿骑兵乱作一团 杀得群雄侧目 不敢乱动 也曾在漏像破屋里 切过白菜帮 此时铁棍再次全力挥出 纵然小鱼的道剑 携来海鱼天风 也骤然被破支 刺中唐小唐的左肩 然后极犀利地上挑 唐小唐依然稚嫩地清理面容上 神情不变 铁棍继续前行 小鱼闷哼一声 眼眸里闪过一丝记忆 急速后掠 手里的道剑弯折变形 苍白的脸上布满了不正常的红韵 鲜血在咽喉里韵击 只是相遇瞬间 他便告败 受伤 剑折未断 恐怖的静一瞬剑身而上 落在小鱼的身躯之上 顿时把他击飞 掠过下方的拥泳人群 向着后方坠落 唐小唐没有收手 脚掌一塌地面 踩碎周遭十七块青砖 身体骤然腾空 如飞石般追杀而去 手里铁棍直袭他的胸膛 看着这幕画面 很多神官直视 惊得不行 面露恐惧之色 纷纷向小鱼落地处涌去 一时间 广场拥挤的人 海里竟拱起了树道潮水 小鱼是赵南海的亲女 是关主最亲信的下属 身份地位特殊 人们哪里敢让他受到任何损伤 不知多少道剑凌空飞起 想要拦住唐小唐 唐小唐神情不变 专注地看着前方飞略的盗门女子 任由那些飞剑 展在自己身上 似乎只是想一棍将对方砸死 一门心思地砸浆过去 吃吃吃吃 无数声尖锐的力响 在空中响起 只是瞬间 便至少有七道飞剑 落在了他的身上 割破了那件普通的衣裳 却没有险落下 身为魔宗圣女 她的身体已被天地元气淬炼的 尖若钢铁 那些刀剑再如何锋利 也只能割破她的肌肤 留下些极细而淡的伤口 剑衣入体 让她唇角渗血 却无法阻止她的去世 铁棍举起 呈聊天之事 铁棍落下 必要将小鱼生生砸死 小鱼落在地上 脸色苍白 毫无血色 先前涌出的那些红韵 早被当下的危险逼散 但她的眼睛里 却没有太多距异 唐小棠神情宁静 似乎也猜到 会有别的什么事情将要发生 果然 有一遍发生 一朵黑色的桃花 忽然在广场的空中盛放 那朵黑桃并无实质 纯由天地元气凝结而成 美丽至极 却不娇媚 只是一味肃杀 黑色的花瓣里 散发着湮灭一切的味道 显得极其强大 黑色的桃花出现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唐小棠的目光 更是尽数落在她的上面 因为她正好盛开在她的眼前 她并不意外猛然一棍砸下 从昨日到京城 盗门表现出来的态度很决然 随着那道白烟升起 战争正式开始 和平不可能回到人间 盗门志在必得 知命上进的南海少女 加上那些盗门强者 还有宋国骑兵 正是看似强大 但哪里配得上志在必得四字 唐小棠知道 西陵神殿 必然有真正的强者在旁窥视 她甚至猜到那人是谁 只是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天一夜 那个人始终未曾出现 这让她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 她做出试杀小鱼的姿态 就是要逼出那人来 所有的专注 其实根本不在小鱼身上 她等的就是那朵黑色桃花绽放的刹那 轰得一声巨响 有黑的铁棍 准确而暴力地砸在了 那朵黑色的桃花上 无形无质的黑色桃花 应声而散 瞬间化成无主的天地元气 向着广场四周流散而去 如云如蒸汽一般消失不见 唐小棠脸色微白 一口鲜血喷浆出来 当铁棍砸中黑色桃花的瞬间 她便知道自己错了 所以她败了 那个人不是隐藏起来 准备最后的一击 那个人现在很强大 强大到不需要等待时机 她只是静静等着 然后出场战胜所有人 唐小棠落在地上 踩碎青砖 右臂微微颤抖 望向某片院墙 她的胸膛微微起伏 两根黑色的马尾变 在身后微微摆荡 她的脸色很苍白 明显受了重伤 十余名神官直视 向着唐小棠攻了过去 小鱼急掠向前 弯折的刀剑 骤然重新抵直 再次一剑刺向她的眼睛 没有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 从如此重的伤势里复原 这是杀死唐小棠最好的机会 便在这最危险的时刻 唐小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广场上的寒风 被她尽数吸入腹内 那些空气 在她的肺里迅猛地燃烧 有些暗淡的眼神 骤然间回复明亮 那些伤势 似乎瞬间便被治好 铁棍破风而起 击中小鱼手中的剑 一声清脆的鸣响 那柄刀剑终于碎了 铁棍却沉默坚实如前 小鱼闷横退后 眼中流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 她想不明白 这名魔宗女子的身体 究竟是什么材料做的 为什么受了如此重的伤 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 回复如常 唐小棠挥棍砸死了 从侧后方袭来的 一名黑衣直士 她向着那赌院墙走了过去 欲者精断骨折 无人能挡 她要去那里 谁都拦不住她 一路行来 铁棍不知砸死了多少人 鲜血从天空洒落 滋润大地 她在天空与大地之间 一个人向前走着 身影很孤单 四周都是敌人 她没有帮手 她只有自己 但那也够了 她仿佛根本没有受伤 那朵黑色的桃花 再如何恐怖 也没能给她留下任何伤害 似乎人间根本没有谁能够伤到她 看着这幕画面 盗门强者和宋国骑兵们 震撼沉默 便在此时 远处响起数道淒厉的鸣笑 扑的一声 一只弩剑射进了唐小唐的左胸 弩剑未能入体 锋利的剑簇刺破了肌肤 不多的血渗出 染红了衣裳 但这至少意味着什么 或者是种安慰 本已绝望的神官只是精神一震 心想果然没有不会受伤的人 这个事实 让他们醒过神来 变得极为兴奋 她不行了 她的魔攻失效了 杀了她 清晨的广场上 到处是神官直视 还有宋国骑兵们的喊叫声 人们仿佛疯了一般 唐小唐却是充耳不闻 握着铁棍 继续向那赌院墙走去 不知又有多少人倒在她的身前 她终于走到那赌院墙之前 悄无声息的 那赌院墙塌了 专时悄然落地 如枯叶落在雪面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禁忌得令人心惊 就如那道声音 龙庆站在院墙缺口处 静静地看着她 远处传来凄厘地声音 大地开始轻微地震动 所有的城门同时被打开 数千名隐藏在城郊山林里的 西陵神殿护叫骑兵 纵马而入 唐小唐听到了 也知道了 但他只是看着垮掉的院墙缺口 看着站在那里的那个人 看着他脸上的那道疤 看得异常专注 他清楚 只要杀死这个人 那么就算有再多的 西陵神殿护叫骑兵到来 都没有意义 如果杀不死对方 那么就轮到他 和他在意的那些人去死 安静 广场忽然变得很安静 所有人都看着这边 陈皮皮如此 便是耶稣也看着这里 然后他看到了院墙后方那堆干柴堆 那些干柴已经堆到了一人多高 密密麻麻地很是整齐 上面那个十字架四十 熟练的木匠做的 陈皮皮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耶稣只是沉默 仿佛看见命运 龙庆走出院墙缺口 看着唐小唐说道 你比我想象的更强 唐小唐看着他 说道 你比所有人想象的 都要更强 忽然间 一道明亮的剑光闪过 一名剑阁弟子认出龙庆 想着剑阁覆灭 便是此人的手笔 想着柳一青 便是被此人带着到门强者逼死 热血上冲 悄然便是一剑刺出 这一剑很决然 带着必死的信念 所以很强大 龙庆神情不变 右手自胸前拂过 如长安城厢房里那些耍戏法的人一般 手里便多了一朵黑色的桃花 将将迎在那道剑光之前 这朵黑桃 不是天地元气所宁 有真实行之 似是廉价的卷座的 那柄剑刺入黑色桃花 桃花绊绊震落 而那剑 却像是受了风霜的花蕊一般 迅速凋零 剑身上涂满了秀迹 仿佛陈放了数千年 剑袖而折 那名剑阁弟子的气息骤然衰败 满是愤怒的脸上 多出了很多斑点 仿佛老了很多岁 就此倒地而死 看着这幕画面 唐小唐的眼睛眯了起来 如柳叶般寒 他发现 龙庆已非当年 邪恶的灰谋功法 已然大成 便是不须对视 也能夺取其他修行者的 经魄修为 强大到了一种恐怖的境地 知命巅峰还是什么 对于现在的龙庆来说 没有太多意义 唐小唐神情凝重 却依然不惧 因为恰好 他也是一个 可以无视修行境界区格的强者 只要不于武镜 他都可以试着战胜对方 龙庆面无表情说道 请 唐小唐吸气 胸膛高高耸起 他先前一口吸了 广场上半数的寒风 此时便将剩下的寒风 尽数吸进深区里 甚至似要把高空的雪云 都吸下来 空气在他的深区里燃烧 化作无穷无尽的力量 他微微屈膝 当年在书院后山 他被鱼帘逼迫着 不停跳瀑布 跳之前便要屈膝 他跳了起来 只不过这一次 不是向瀑布下跳去 而是向天空里跳去 轰的一声 无数块青砖破裂 最中间那几块 已燃碎成鸡粉 院墙前一片尘土飞扬 好些人被迷了眼睛 唐小唐消失不见 没有人知道 他去了哪里 龙庆没有闭眼 待陈丽落地后 抬头望天 他知道 他去了天空之上 他知道他不会逃走 那么无论跳得再高 总有落回地面的那一刻 于是 他就站在原地 平静地等着 他看着天空 翘首 以待 场间所有人 都随着他的目光 向天空望去 晨光从东面的海上 洒过来 雪云是那样的白 偶尔露出的天空 是那样的蓝 除此之外 再也看不到什么 没有人影 片刻后 天空里 终于出现了一个小黑点 那是一个人影 天空里 忽然有尖锐的鸣笑声响起 那声音传到地面上 震破了 宋国王宫里的琉璃瓦 哑了到殿里的那口鼓中 经了林里无数的绵鸟 很多人听到那道鸣笑 痛苦地捂着耳朵 蹲了下来 那道鸣笑是摩擦的声音 是雾势与空气高速摩擦的声音 那雾势必然极为坚硬 不然在这般恐怖的速度下 早就碎裂不见 很难想象 那是人的身体 黑点迅速扩大 那是一道身影 唐小唐的身影 就像他兄长曾经做过的那样 就像他老师曾经做过的那样 他 从天空里跳了下来 他举起铁棍 带着一道难以想象的力量 砸向龙庆的头顶 那道力量 来自天空与大地之间的距离 没有人能够无视这段距离 也应该没有人能够无视这道力量 当那道尖锐的鸣笑声到了最大时 唐小唐回到了地面 他就像颗陨石一般 轰向院墙缺口前的龙庆 他的皮靴已经开始燃烧 带着火星 在空中拖出十余道细细的火线 下一刻 天空与大地相遇 地面扭曲变形 那些青砖像珠网一般裂开 在龙庆的脚下 变成无数细小却威力十足的实力 伴着凄厉的撕裂声四处击射 院墙旁一棵不知名的东树 瞬间被射成木线 随风飘舞